张化县政府为妥善照顾经济弱势学生 113年度移住5000余万元办理幸福餐券政策 补助弱势国小学童每餐55元 国中每餐60元 预计约有12000名学生受贿 让需要帮助的孩子们能吃得饱又吃得好 我们国小的部分提供55块钱 这个国中是60 但是他们本于取之于社会回馈于社会 加码到62到72块钱 让孩子们可以做不同的一个取餐 学校也可以从我们的后台来了解 孩子用餐的一个状况 以及他的一些进出的一个场域 透过数位让孩子们能够 跟爸爸妈妈也能够更加的有联系 那在这边还是再次的 谢谢我们这个几大超商的一个协助跟配合 来尔夫呢 针对彰化的学童 我们有国小62块 国中68块的补助 那除了补助之外呢 我们指定的便当 还有10元的饮料折扣 希望各位小朋友能够吃得开心 选得放心 彰化县政府今年首次推动 数位化幸福餐券 学童只要持数位学生政治便利商店 或超市就可以领取餐点 王会美县长感谢五大超商 共同响应加码 让学童用55至60元的价钱 就可以兑换到62至72元的优惠套餐或便当 妥善照顾学童的饮食 公益频道张华允张化采访报导